小八子 小八子 一些小八子嗎 大家看我今天穿的是不是超級多 因為現在感覺其實挺冷的 然後現在芬蘭的秋天也來了 就是天氣就是會有點冷冷的那種 現在要走路到這邊 這邊的那個富幼保健院去做這個產檢 然後之後呢去市中心 我其實有點想去看個電影 因為如果今天不去看的話 我不知道我之後什麼時候有機會 再去看電影 其實今天是我自己悠閒的出來的最後一天 我要好好地享受今天 因為從明天開始我就要帶小包子了 所以以後出來每天都得一拖二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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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著一個肚子裡面 肚子裡面肚子裡面肚子裡面 這叫肚子裡面拽著 就是以後出來的話就是得每次都得帶俩了就 大家看路邊這種葉子都開始黃了 芬蘭的秋天其實特別漂亮 就很多葉子它會變成五顏六色的顏色 我的肥肠面上來了 大家猜這麼一碗麵在這賣多少錢 十六歐 雖然說其實價錢有點貴 和芬蘭一般的比如說你自助也是十多歐 自助還可以多吃一點 但是他家的這個麵做的還挺好的 都是手工麵 而且我已經很久很久很久沒有來了 現在拌麵的時候還是感覺很馋 味道其實還是不錯 價錢稍微有點貴 偶爾來吃還不錯 我現在已經去M Home裡面 但是這裡很多東西我都想買我覺得很好看 但我不知道今天會不會買 因為我今天一個人在外面嘛 然後沒有推車 就提東西回饋 提的挺累的時候 我有可能就會再往上訂 我現在到電影院來了 而且這是我三十多年第一次一個人看電影 我今天來看的是一個芬蘭片子給大家看 我今天看的是這個 這個是一個芬蘭的片子 然後是一個芬蘭導演拍的 講的是一個中國廚師 然後到芬蘭這邊來 應該是來芬蘭北部吧 他和他的兒子到芬蘭北部之後 然後經歷了一些關於事業啊愛情啊 各方面的事情 所以說我想著今天這個時間還挺合適的 來支持一下芬蘭電影 我給自己準備了一個包米花 然後飲個飲料 你給大家打招呼啊 今天帶著小包子到市中心來玩 我們都已經 我都已經好久沒帶他出來 都因為最近都特別忙 再搬家再裝修那一時間 你給大家打招呼啊 你看鏡頭來 我們現在在這兒等Ariel 等你的小好朋友是不是啊 嗯 你今天要跟他們一起玩 你那麼開心幹啥 你跟Ariel一起吃頂幹 來 3 3 4 2 1 2 2 1 大 cried 真好,我讀章 1文訂 我讀章 妈妈 坐这一边 妈妈给你选的这个是个什么东西 臭虫 选的这个是个什么 这个是个什么呀 乖乖 你穿的这个变成个什么 你看Aria是不是小红帽 你是什么呀 你是个小怪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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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你在做鞋子吗 好 你来一下这鞋有多长池子 好 大家好 这个味道好 什么剥手 你剥手了 Card! 今天下午要带小包子去赫尔兴基丹的 一个叫做电车博物馆的地方去逛 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去过 是昨天包子克发现的 小包子现在就对各种车 还有火车 汽车 消防车 各种车他都特别感兴趣 所以说打算带他去看一下 我现在已经抵达了赫尔兴基的电车博物馆 就如果来过赫尔兴基旅游 或者看过我视频的话 应该都会发现 就是赫尔兴基有这个油轨电车的存在 就我自己是觉得油轨电车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交通工具吧 应该就是它会有很浓重的一种历史感 就是在我旅游的很多国家 其实都会有油轨电车 就我觉得油轨电车 其实是非常有历史感的保存 这里呢收藏了一些 以前赫尔兴基历史上的一些电车 我觉得都非常的漂亮 大家爱你 你要去哪儿啊 你要坐车到哪儿去啊 有了晚年比你再跑远点 我就想要坐车单 来看看 吃队伏 吃肠听 一到 它的 后面 去 小包子你坐到售票员的位置 哇 我给你关上 你坐到售票员的位置 你知不知道妈妈小时候的梦想 就想要当一个捡票员 觉得脚片又好酷 就没人上来之后就给你扯一张票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以前也有这样的位置 记得当时他们也有个这种小猪猪 哇塞 这是勾起我小时候的回忆 这里还有陈列的这种 检票的这种工具 我现在坐在这个电车里面 感觉好有历史感 小包子说他载我去上班 这些人在开车呢 现在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说这些是古董 就是说在保存里面 保存下来的这种东西 但是他还可以上小孩进来玩 那些可以进来去感受 我觉得还挺好的 小包子要准备开车了 嘟嘟走啦 嘟嘟走啦 我要去哪儿啊 妈妈 到底是哪儿 我们去商场是不是啊 带妈妈去逛商场吗 这么快就已经到了 谁在哪儿开车 你要去哪儿 你要上班去了 到了 到了 1911年到1957年 就是用的是这一款 这款电车的介绍 这个是小包子 刚才他玩的最久的 这个 1941年到1979年的 要在逛商场里道 你是不是也会穿这种衣服啊 那你跳一个呗 哇 真的好多人哦 哼哼哼哼 这是我的小的 这是学压类的吗 这是 这是我 我也笑的哦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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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这是我的跳得来 这是空 他这acle 哈哈哈 我马上跳 你果然在这跳 我的跳得来 这条后表 哈哈哈 Kot 你的妈呀 我可以看我 我好笑 我好笑 你都在看我 我看我 我看我 你很英文 我看我 你很英文 我看我 我看你 他们就不能坐的一个地方 不懂吗 一直到处跑 我看着他都好乱哟 坐一秒钟你就 滚吧 好怕跟着你 哪里了 哪里头了 哪里 你跟小包子出来吃这个新加坡炒面 我炒的是有点像个这种干炒牛河的这种 我特别喜欢的是他们家的这个辣椒 配上去超爽 这种酸辣的味道非常好吃 hello大家好 现在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完美日记这个月要出的一个新品 是他们的小粉钻的这个口红系列 小粉钻有部分的颜色延续了之前的小金钻 然后呢有四个颜色是他们比较秋冬向的新色 我现在手上呢有六个 我要给大家做一下试色 然后有一些我会选一些我自己比较喜欢的颜色 涂在嘴巴上大家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我现在嘴巴上呢就是这个A04这个颜色 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偏正红色的颜色 颜色呢看着很正很漂亮然后很显气色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这个质感这个是比较偏这种丝绸的比较滋润的质感 然后呢它里面也含有这个透明质酸钠 就属于那种可以长效的滋润唇部 然后可以这个减少唇纹的 我个人觉得其实没有任何的负担感 就是在涂在嘴巴上的时候 它其实和雾面的感觉是很像 就是没有特别多的感觉其实 但是会更滋润一些 这个C02呢现在是我嘴巴上的颜色 我觉得它和刚才的那个A04的区别呢 就是它有一点点的偏装红色 就是这个颜色其实让我觉得很像 就是Mac里面的那个Chili的那种颜色 很漂亮 我觉得这个颜色其实很适合秋冬 就秋冬会更多一点点比如说像南瓜色啊 或者装红色啊或者是那种比较偏 这种秋冬感的颜色 我觉得这个应该很适合秋冬的时候涂 现在我手里面的这四个颜色呢 就是它新出的这种比较秋冬向的颜色 就是从色号从11到14 现在呢我就会一一的在手上 给大家做湿色 我会选一些比较喜欢的 然后涂在嘴巴上 我现在呢把这个14号 试在嘴巴上给大家试一试 这个颜色呢是有一点深的颜色 其实应该是属于我平时不是会尝试的 但我觉得对这个挺感兴趣 我试一下 这个颜色我其实刚才说有可能是属于那种 我平时不会尝试的 但我自己觉得好像涂在嘴巴上好像效果都还不错 会比我平时一般会选的这个口红颜色 会稍深一点点 但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挺适合我现在身上这个 这件衣服 就这件衣服是一种比较有一点那种丝绸 或者丝绒质地的那种 也就是秋冬的话 其实好像也可以尝试一下比较深一点的颜色 我现在试这个 他们秋冬向的一个另外一个新色 是12号这个颜色 这颜色看着是有点像豆沙色的颜色 应该是我挺喜欢的那种 这个和我的 这个我感觉和我的唇色好像 这个就是那种很日常的那种豆沙色 就是那种比如说你出去的时候 会想要一些比较清淡一点 比较轻柔一点 比较自然一点的妆容的话 这个就是很很适合 有时候比如说那个雾面虫头 它会特别拔干 就会觉得你嘴巴特别不舒服 但是这个很滋润 整个颜色呢我也很喜欢 我刚才试在嘴巴上的每个颜色 我都觉得都可以在不同的场合上面试用 或者是今天穿的不同的衣服 不同的情况上面试用 没有一个积累的颜色 我个人最喜欢的呢 是刚才深的那个颜色 和第一个那个A04的那个大红色 我觉得几个颜色其实都挺喜欢 就是会是那种我平时会买 会选的那种颜色 你给大家说早上好 早早好 你说我爱你们 会不会说 哎呦我又有青青 你说我是小八子 八八子 小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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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小包子吗 嗯 你现在不是在看吗你 你就是在看哪 你妈妈带我出去玩 去玩 嗯 到山场里面去玩好不好 嗯 我们到餐馆里面吃饭好不好 嗯 你想吃什么 你想吃面面还是饭饭 面面 你要吃面面了 吃饭 嗯 吃饭 妈妈烤的面包好了 妈妈烤的面包好了 对面包好了 妈妈烤的面包好了 今天在那个山长达 这个葫芦巴一碗 我买了一口锅 这种炙铁锅 我两个来烧菜 红色的挺大 对 嗯 漂亮吗 好漂亮 红色的 这颜色很好看 小包子 小包子 哇 哇 哇 然后买了四个碗 这个碗 这个碗是一个芬兰的品牌 叫做Arabia 之前呢 我有这个盘子 然后我就特别喜欢这个碗 因为我觉得碗就深度和大小 就很适合拿来吃面 就是比如说弄个炸酱面之类的 然后这次打折我就一次买了四个 哈哈 你跳到哪儿去了你啊 今年的第一场雪 大家看得到没 外面 我的天哪 现在才十月几 你看 开始飘雪了都 但这个雪是比较小就是了 嗯 嗯 爹爹爹爹 爹爹 爹爹上班去了 哥哥 那都冷哦 爹爹 可能又太冷哦 面部在那 是吧 嗯 嗯 苹果 苹果 嗯 好滴 哈哈 苹果好吃 是啊 还有吗 嗯 那你把吃了 可以啊 你把咬了吃了 哈哈 小包子跟我说 看上面还有 好吃吗 好乖啊 你 大 咕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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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桃子啊 我们再切一个桃子在那个 粥上面 好 再一个 再两个 可以 你可以吃这儿的 给你吃 又好吃了 小包子都要把这个水果给吃完了 对啊 再不放在这上面 这水果已经没了 你能不吃了吗 乖乖 哈 他站在这儿 把水果都要吃完了 对啊 然后再加点这个 这个是古物片 然后里面有晒干的蓝莓干 还有这个覆盆子干 其实如果有些 比如说像蓝莓啊 或者是新鲜水果的话 其实也可以加在上面 但因为今天家里面没有 所以说我就加点这个 好了 这是小包子的早饭 我要给你煮一个鸡蛋 若宝 不要偷吃爸爸的水果了 你去吃这个好不好 这是你的早饭 嗯 妈妈给你放到桌子上 妈妈给你放到桌子上 和其他人在一起 就不要炒两份 你帮我放到桌子上 这都是你帮我放到桌子上 这就是原材料 这个 这个就是 你把这个腊肉放到桌子上 你把腊肉放到桌子上 那我放到桌子上 他的腊肉都放到桌子上 因为腊肉也不必须 腊肉 这个腊肉 炸时候 它帮到中国 他们帮到中国 然后这边是他刚才做的那个红薯的凉粉 这个生,这也是昨天晚上他自己做的 小包子喜欢喝这个草莓汁 七趟饭 那边还有烤肉 好玩吗? 你做的方法有点不一样 你这个 好不好玩? 我们从朋友家里面出来了 现在天气好晚了 而且大家看我们走的这条路连灯都没有 路灯都没有 我们现在开车回家了 现在 在一边 现在在这边 我去吃了 那么 我去吃了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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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是老虎 妈妈属虎的是不是 那你是什么 鸡肉少虎 你是恐龙啊 你是小鸡掌 没有鸡肉少虎 你不是小鸡掌 那你是属鸡的 那你就是属恐龙的吧 那你就是 是小恐龙还是大恐龙 大恐龙 还要当大恐龙 哎呦疯了疯了 摇什么摇 摇晕了 快去找饭了 大宝宝会自己弄鸡蛋壳 妈妈看到了 我经常来的这家 Biang Biang这家店 他们在这个City Center开了一家 他在这家的店里面 还有小包子吃的是这些 但小包子你看他做这个好碗 我做这个 刚才试吃了一下 这家的小笼包 味道还不错 这两个一般 但小笼包还挺好吃的 我觉得总体来说这家的荤菜会比那个Stockman的会多一些 然后味道也挺好的 小包子特别喜欢吃这个小笼包 那你们抱抱好不好 你抱一个 小包子又出动了 猪动了 今天下午到我们这边 今天下午到我们这边的市中心的这个集市 我去买的猪蹄 这个芬兰猪蹄超便宜 2.9欧一公斤 然后我买了6 我买了多少个 买了10个 因为我想着之后就是坐月子的时候也可以让我妈妈帮我包一些猪蹄汤啊那些 然后回来之后我就拿这个猪蹄炖了一个汤 然后里面有很多的豆子 不同的豆子啊这些 这汤现在被我炖的雪白雪 吃了一个 吃了一个 这个你尝一下 觉得怎么样 好不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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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你不要 不要戳自己眼镜 我烤的这个猪蹄 烤的这个猪蹄 还放了花椒和辣椒的 小包子居然要吃 那你尝一个吧 我跟你说辣 警告了你的 那你尝一个 我妈妈 倔强的包子 我 我 是不是辣 说了辣你不信 你跟我骗你一样 我 小委屈 对你乖乖吃你的那个吧 对 乖乖吃你的那个 乖乖 好喝吗 嗯 这个汤乳白色的 哇 我感觉这汤肯定超好喝 我给自己做了一个蘸料 我要尝一下我这个蘸了蘸料之后的这个 提花怎么样 好酷 我的烤烤猪体 猪体烤得好像有点焦 有点黑黑的 但好香哦 我来给你